歌手蔡依林还有梁静茹他们在昨天出席的这场数位音乐的十大风云歌手的颁奖典礼 其实原本周杰伦也硬要参加 不过最后呢我们看到他没有出席 所以观众也没有看到双追同台 只是媒体问到蔡依林跟周杰伦打保龄球是不是要复合呢 我们听听看他的回应 虽然歌手蔡依林现身是为了接受数位音乐风云榜十大歌手而来 但是原本也要参加颁奖典礼的周杰伦 临时不来大家更想要问蔡依林了 这个故事有点太无聊了 就不太不用相信 所以有可能复合吗 不用相信 不可能 就是我们看到的都没假的就对 对 所以也没有事先约好就对了 没有事先约好就对了 没有 双追似合绯闻烧得正热 蔡依林不断澄清 唱片公司也一再强调不要再模糊焦点 但外界对双J复合之路始终抱持好奇眼光 话题仍绕着双J打转 没有他就是朋友 我觉得也很欢迎他来参加我们的聚会 只是说我觉得媒体的标题太怂动了 周杰伦为了避匪文 刻意取消出席颁奖典礼 媒体焦点就落在即将要出嫁歌手梁静如身上 而同事得奖人也是旧情人的五月天团员马莎 刻意被安排一前一后到场 但马莎忍不必会对着镜头大方献上祝福 没有伤口这件事 谁说有伤口 我们是有傻也没有错 当天会不会上台 当天不知道还不晓得他婚礼的那个安排 当天晚上是什么状况 那如果他希望大家都可以上台演出的话 我觉得当然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明明市场流行音乐颁奖典礼 但似乎各个top风云歌手 也很难让人不注意他们的八卦留言 中心新闻 郑任宗 杨一佳 台北报道